Ciao a tutti, benvenuti al corso della lingua italiana 欢迎大家来到互相往校的意大利语课堂 同学们好呀,第二课开始 我们学了一些来啊去啊 还有些不规则动词编位 大家是不是已经有点头晕了呢 那么我不知道大家复习的怎么样 但是我要来帮大家复习一下 因为这点东西真的真的非常重要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上节课 我们讲过的两个很主要的动词 一个是andare,去 还有一个是venire,来 首先这两个动词都是不规则变位的 所以你们的变位都记住了没有呢 我要来考考你们咯 那么我们一起来背一下吧 andare io vado tu vai luirei va noi andiamo 好,那么venire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那么andare和venire的变位记熟了之后 还知不知道他们应该怎样使用呢 这可是意大利语跟中文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哦 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呢 去就是andare 来就是venire 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一定要用venire 而不能用andare呢 很好 就是在说话的双方一方加入另一方的时候 无论中文用的是来还是去 都应该用venire 那那些分不清这种情况的同学呢 我们有一个妙招 就是给了大家好多标志性的词组 那么我们一起来回想一下有哪些呢 conme和我 conte和你 conoi和我们 convoy和你们 dame到我这里 date到你那里 danoi到我们这儿 davoy到你们呢 所以只要看到这四个词组 无论中文我们说是去还是来 意大利语里面我们都要用venire 那规则复习了那么多 我们就一起来做个小任期 看一看 这些规则你到底掌握了没有 大家把书翻到27页 在27页的最下面呢 我们有六个填空 大家自己把它填在书上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答案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第一期 ma per que tiziana e mauro 什么in centro a questora 那么这里tiziana e mauro 就是两个人的名字 后面in centro 我们之前讲过了 就是去市中心 在市中心 后面a questora questora呢 是questa hora的缩写 那么questa是这个 hora是小时 所以questa hora连起来呢 就是这个小时 那么a questora呢 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在现在这个点 那么连起来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为什么tiziana和mauro 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要去市中心 那么既然我们这里讲到了去 所以就应该前andare的某个变位 那么是哪一个变位呢 很好 这里是两个人 所以是第三人称复述 vano 所以这句话连起来是 ma per que tiziana e mauro vano in centro a questora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期 ragazzi stasera noi 什么 apalare voi gefate 我们来看一下ragazzi 这里是什么呢 我们之前讲过ragazzo是男孩的意思 那么这里用复述ragazzi 就是称呼大家的一种招呼的方式 就是你要叫 小伙伴们啊 大家一起怎么怎么样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称呼大伙为ragazzi 好 那么后面 stasera 就是今天晚上的意思 noi 什么apalare 这里我们又要讲一个词组 就是andare a fare qualcosa 去做某事 andare a 加一个动词原型 表示去做某事 那么这里已经把人称告诉我们了 是noi 所以我们应该前 noi andiamo apalare 好 后面一句 voi gefate 这个fate 同学们还记不记得呢 它是哪个动词的变位啊 很好 它是fare的变位 所以voi gefate的意思就是 你们做什么呢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 noi non 什么 convoi al cinema siamo stangi 这一题我们先不讲前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al cinema 就是去电影院 在电影院 那么convoi就是和你们 convoi al cinema 就是和你们一起去电影院 对不对 那既然这里说了是去电影院 我们是不是这里应该前andare的某一个变位呢 想一想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很好 这里有一个convoi 标志性词组 我们讲过了 只要出现convoi 不管是去还是来 我们都应该前venire 好 那么这里我们变位变一下 noi应该是veniamo 所以整句话就是 noi non veniamo convoi al cinema 那么动画后面这个 siamo stangi 是什么呢 stangi 单数是stanko stanko 意思是劳累的 那么注意一下 它变复数的时候呢 要多一个acca 读stangi stangi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集 garla acche ora 什么 ascola la mattina 好 我们来看 acche ora 讲过了 就是在几点 对不对 scola 是学校 那么 肯定是要问garla 什么时候去学校 那么去学校 我们就是andare a scola andare a scola 那么这里注意一下 scola前面不需要加定贯词 就跟之前讲过的acca 是一个道理 那么andare a scola 是去学校 那这里这句话的意思是 garla 你几点去学校 所以这里andare的变位 要变成你去 你去的变位是 很好 vai 所以这里我们填vai garla acche ora vai a scola 后面 la mattina 是什么意思 matina呢 是早晨的意思 那么 matina前面加一个la matina 前面加一个la 定贯词 那就是每天早晨的意思了 所以同学们以后用matina 这种表示时间的副词的时候 需要注意了 如果你单独用的话呢 就是指早晨 如果你前面加上了定贯词 就是指每一天的早晨 好 那么整句话就是 garla 你每天早上几点去学校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五题 quando 什么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里面一个不认识的单词 aeroporto 那么同学们可以猜一下它什么意思吗 很好 跟英语很像嘛 就是机场 诶 有同学想问了 这句话的主语应该是谁啊 是你 还是 bolo 这句话的主语应该是bolo 因为意大利语啊 喜欢把主语放到最后 所以这句话可不是填vienni 而应该填vienni quando vienni da aeroporto bolo bolo是这句话的主语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 bolo什么时候从机场来 这个venire da 就是从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来 好 最后一个domani 什么 conte a milano conte和你 a milano 去米来 我们之前讲过了 只要看到conte这样的标志性之组 不管是去还是来 我们都应该用venire 所以啊 我们这里应该填vengo domani vengo con te a milano 意思是明天我和你一起去米兰 那接下来我们来复习一下上级课语过的单词吧 ven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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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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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c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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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re fare giocare giocare teatro teatro videogioco videogioco leggere leggiere leggiere 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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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o tuo carri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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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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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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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vato privato per esempio per esempio libero libero che cosa fai nel tempo libero 这一次的课文呢 都是一些长长的句子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多多朗读 多多模仿 老师 或者录音里的语音语调 那这样你说出来的意大利语 才会好听嘛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上新课啦 我们先来听一下 今天我们要学的课文的录音吧 eh purtroppo non ho molto tempo libero a dire la verità spesso sto a casa ma quando posso gioco a calcio come molti sanno gioco ancora nella nazionale cantanti inoltre qualche volta esco con gli amici più intimi e dove andate quando uscite ma a mangiare o a bere qualcosa quando invece non ho voglia di uscire sono gli amici che vengono da me ascoltiamo musica o guardiamo un po' la tv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段课文 是什么意思 首先第一句 eh purtroppo non ho molto tempo libero 这里 这里 purtroppo 的意思呢 是可惜 后面 non ho molto tempo libero 这个我们上节课已经讲过了 tempo libero呢 就是业余时间 non ho molto tempo libero呢 就是我没有很多的业余时间 接下来下面一句话 a dire la verita spesso sto a casa a dire la verita 意思是 说实话 实话实说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词组里面 每一个单词 都是什么呀 首先 a 就是前置词 对不对 dire 是说的意思 那么 dire 它的变位 也是不规则的 我们一起来 变一下 io digo tu dichi lui lei dice noi diciamo voi dite loro dicono 好 那么 la verita 是什么意思呀 还记不记得 之前我们讲过 真理之口 la boca de la verita 哎 同学们可能已经不太记得了 那么这个verita呢 就是真相的意思 所以呀 a dire la verita 的意思就是 说实话 那么 接下来 spesso sto a casa 这个spesso 是通常 常常的意思 好 后面 sto a casa sto 是什么东西的变位 还记不记得 很好 记得的同学说明 上节课回去好好复习了 sto 就是 starre 的变位 starre io sto tu stai lui lei sta noi stiamo voi state loro stano 对不对 好 那么 starre a casa 就是 待在家里 后面 这句话 ma quando poso joko acalcho quando poso 这里的quando 是当 什么什么什么时候 那么poso 是什么东西呢 poso在这里啊 是 情态动词 potere 第一人称的变位 io poso 那么关于这个情态动词 我们在稍后的课里面会为大家讲到 那么这里我们先学一个poso就可以了 那么 maquando poso 就是 当我可以的时候 后面 joko acalcho joko 动词原形是 jokare jokare 有玩的意思 那么 carcho 是足球 我们已经学过了 所以 jokare a 加一个球的名字 就表示 踢这个球 或者打这个球 那么这里 jokare acalcho 意思就是 踢足球 所以这句话 整句连起来 就是 maquando poso joko acalcho 的意思就是 当我可以的时候 我会踢足球 好 后面一句 come moltisano joko ancora nela nacionale gantanti come moltisano 当中的 gome 我们之前有认识过 gome style 对不对 我们那时候讲gome 是怎么样的意思 那么在这里 我们来引出gome的第二个意思 就是 正如什么什么什么 一样 那 moltisano 是什么呢 molti 在这里是 代词 很多人 sano 动词原形是 sapere 很好 i oso du sai lui re sa noi sapiamo voi sapete loro sano 对不对 那么 come moltisano 连起来是什么意思呀 很好 就是 正如很多人知道的那样 那么后面 joko ancora nela nacionale gantanti 这里的joko 就是接着刚刚的 joko acalcho 意思就是 气球的 七 那么 ancora 是仍然的意思 那么 ne la nacionale gantanti 这里 ne la 是 in 前置词 加上 la 定观词 这样的一个 缩合的形式 那么 nacionale gantanti 就是指 歌手 国家队 nacionale 是国家队 gantanti 是歌手 那么上一次的 异国万花童 我们有提到过啊 说这个 Eros Ramazzotti 他还在歌手 国家队踢球 就是这里一句话了 所以整句话的意思就是 正如很多人知道的那样 我依然在歌手 国家队踢球 好 我们接着看课文 那这里 inoltre 是一个副词 意思是 此外 除此之外 那么 qualge volta 这里 qualge 是一些的意思 volta 是次 一次两次的次 那么 qualge volta 连起来就是 有几次 有些时候 那么这里我们就注意到了 qualge 不是一些吗 为什么后面的volta 不是变成它的副数 volta 这样的形式呢 那么这里我们就要讲一下了 qualge 这个词 虽然表示一些 但是它后面要加单数名词 所以说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些书 我们应该怎样说 qualge libro 不要说 qualge libri 那样就错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下去 esco con ni amici pi intimi esco 动词原形式 uscire 就是出去的 意思 还记不记得它的变味啊 i o esco tu eshi lui lei eshe noi ushiamo voi ushite loro eskono 那么 后面 con i amici piu intimi con就是和什么什么一起 gi amici piu intimi 它的中文呢 是最亲密的朋友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要提一下 这个表示最高级 最怎么怎么样的 是一个怎样的形式呢 注意到了没有 是一个定贯词 在这里是 i 加一个名词 amici 再加上一个 biu 表示 更 再加一个形容词 表示怎么怎么样的 点起来 就是最高级 那我们这里是 复数 i amici piu intimi 我们这里先把它变成单数 看一下 应该怎样变 很好 lamico piu intimo 或者 lamica piu intima 注意前后形容词和名词的搭配 那么我们再来试一下 比如说 最漂亮的女孩 先说定贯词 就是 la 再说名词 ragazza 再说 biu 然后再说形容词 bella 很好 所以连词来 la ragazza biu bella 就是最漂亮的女孩 那么意大利语的最高级 你已经学会了 以后就可以用这个去夸别人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一句话 e dove andate quando ushite 这里一句首的e 跟之前我们提到过的一样 它没有什么意思的 只是语气词 或者说是 表示承接上一句话的 那么 dove andate quando ushite dove andate 是 你们去哪里 quando ushite 就是 当你们出去的时候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连起来就是 当你们出去的时候 你们去哪里 后面 Eros回答说 ma a mangiare o a berre guacosa 这里 巨手的ma 也是一个语气词 a mangiare o a berre guacosa 这里有两个动词 一个是mangiare 吃 还有一个是 berre 喝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看到动词嘛 先想一想 它的变位 你会不会 那么mangiare 它的变位是规则的 那我们一起来试一下 yo mangiou tu mangi luirei mangia noi mangiamo voi mangiate loro 注意中音 manjano 而berre的变位呢 是不规则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yo bevo tu bevi luirei beve noi beviamo voi bevete loro bevono 那么这里我们就发现了 它其实每一个变位里面 都有一个ve 对不对 其实啊 beve这个动词啊 在很久很久以前 它其实是bevere 那么在慢慢历史长河中呢 它把这个ve给丢掉了 它丢掉了 它的小伙伴 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 不规则的动词变位 那么我们只要把它当成一个 bevere这样形式的动词 然后它就是规则的啦 那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a mangiare o a berre guacosa 意思是去吃一些 或者喝一些什么 这里它省略了一个动词 andare 就是andiamo a mangiare o a berre guacosa 这里还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个词组 andare a fare guacosa andare a fare guacosa 就是去做某事 那么andiamo a mangiare guacosa 意思就是我们去吃些什么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下去 最后一句话 guando inveche no no voya di ushiere sono i amichi ge vengo no dame 这里第一个guando 就是当什么什么时候 因为这不是一句问句 所以说它的意思是当什么什么时候 那么inveche呢 是表示一个转折语气的 然而的一个词 那么它因为前后都有两个逗号 所以是一个插入语 插入语的意思呢 就是说话讲到一半突然插进去的一句话 那么我们可以先不看 就是guando no no voya di ushiere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理解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有个单词不认识 就是vo ya vo ya呢是愿望的意思 那么a verre voya di fare guacosa 就是有做某件事情的愿望 那么non avere voya di fare guacosa 意思就是没有做某件事情的愿望 那么no no voya di ushiere 的意思就是 我没有出去的愿望 就是我不想出去 好那么后面 sono ye amichi ge vengo no dame 那么注意一下 老师这里读句子的时候 在哪里停顿了一下 sono ye amichi 对不对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 是朋友们 那么朋友们怎么样呢 后面ge带着的一句话呢 就是用来形容这些朋友们 是怎么样的朋友的 那么是怎么样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que vengo no dame dame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 在我这 那么vengo no dame呢 就是指到我这里来 好那么 sono ye amichi ge vengo no dame 的意思呢 就是 是朋友们来我这 那么后面的这句话 ascoltiamo musica e guardiamo un po nativo 那么这就是他描述 他们朋友来了之后的活动啊 那么ascoltiamo 动词原型是ascoltare 意思是聆听 听 那么ascoltare musica 就是听音乐的意思 后面guardiamo un po nativo 这里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un po un po呢 是un poco的缩写 意思是一点 那guardiamo un po nativo 就guardiamo 动词原型是什么呀 是guardare 它是一个规则变位的动词 那么guardare un po nativo 的意思呢 就是看一点电视 所以整句话连起来的意思是 然而当我没有愿望出去的时候呢 是朋友们来我家 我们一起听音乐 或者看一点电视 好 今天我们又讲了一小段课文 同学们回去又有的复习啦 还有记得把你不规则变位的动词 给贝贝收哦 下一节课 我们可是要一起来做练习 大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就交给 一起来做一个练习 巩固一下的 我再来做一个练习 我们就交给 一起来做一个练习 的 我们就交给 我们就交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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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意思是一个身体 一个灵魂 完全达到一种专专业的水准 大家可以听一下这首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